好的,坏的,都能成为我们的养分 朋友平安,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诗篇第26篇 这首作品源自于大卫的一个祷告 虽然我们不知道 大卫当时遇到了什么困难 但似乎是无故遭到陷害 所以大卫寻求天父的保护 也希望天父能亲自为他伸冤 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26篇 诗篇第26篇 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 因我向来行事存全 我又倚靠耶和华,并不摇动 耶和华,求你查看我 试验我,熬练我的肺腑心肠 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 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 我没有和虚晃人同坐 也不与蛮红人的同群 我恨恶恶人的会 必不与恶人同坐 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 才环绕你的祭坛 我好发称谢的声音 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店 和你显荣耀的居所 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 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 他们的手中有肩饿 右手满有贿赂 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 求你救赎我,连续我 我的脚正在平坦地方 在众会中,我要称颂耶和华 大卫除了依靠天父的帮助之外 他更说 耶和华,求你查看我 试验我 熬练我的肺腑心肠 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 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 既然事情发生了 大卫希望天父也能使用这次的经历 来带领他成长 成为一个更卓越的人 亲爱的朋友 相信不管是好的坏的 生命中的每一个经历 都能成为天父浇灌我们的养分 也都能使我们有所获得 与其恐惧他排斥他 不如就让我们彼此鼓励 依靠天父借着每个精力 活出更刚强成熟的生命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带领我 平安胜过生命中的风雨 也求你使我在过程中 有所获得 越来越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阿门 制服你 好的坏的 都成为养分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为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